轎车开在山路上 突然间遭后方车辆超车挡路 但眼镜的休假远景 下车一连凶狠 手上还握着物品狂骂 进阶段是怎样 没有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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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上来 没有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 失去理智的追车撞击 民众车辆被撞到镜头猛晃 最后真的出事了 整台车重向山壁连两番车 这是最新的行车影像 张花一鸣休假远景 因为行车纠纷 把人撞到受伤住院 对方指控远景根本杀人 受伤的张先生还原事发经过 就只因为他们两台车 越线超车时相会 就引发一连串行车纠纷 B车追撞 这名远景不但被告杀人未遂 最等罪嫌 过程中他还多次违反交通罚规 要吃上罚单 受轮减速 煞停 储6000人以上 36000人以下罚缓 行驶中跨越双方线 储600人以上 1800人以下罚缓 远景爆气追撞 把车撞翻 害人受伤住院 执法犯法 面露凶狠 实在吓人 记者曾文响 林世信王沙海南投 采访报导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市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市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扫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